谁曾想当年第一次拿到金曲奖 却被无情冷落的周杰伦 会在之后的几年大杀四方 不但有着夜曲一响上台领奖的神话 更是按下了横扫金曲奖的快金键 而就在这两天别了六年的周董 终于要放大招了 不但发布了新专辑预告 还在祝贺完本届金曲奖获奖者后 调皮的留言 哥要回来了 傲娇的语气一如我们心中的小公主 可更引人注目的是 他还带上了金曲奖最多男人的标签 人们这才醍醐灌顶 原来周董已经坐拥15座金曲奖了 2001年刚出道的周杰伦 就凭借首张专辑J 获得了第12届金曲奖 最佳流行音乐演唱专辑奖 第二年又以一张范特希 直接爆揽最佳专辑制作人 最佳流行音乐演唱专辑 以及最佳作曲人三项大奖 一时风光无量 而出道就火速技术高产时期的他 基本上就是一年一张的神专 第四张专辑夜会美 仅发行一个月 在亚洲销量就突破200万张 主打歌一副知名的首播 更是有八一人同时收听 而这就算放到现在 也十数奇观了 具体吊打谁 懂得都懂啊 咱就不多说了 不得不说 就算是为电影处女作写个歌 都能把两个吉祥奖收入囊中 除了周杰伦 还真找不出第二个人 同样是在第十九届金曲奖上 全年龄段通杀的青花词 也不负中望 击败孙燕斯的逆光 苏打绿 吴与伦比的美丽等一众歌曲 让咱周董 再入两项大奖 可以说周董的厉害之处 不是当时一个能打的都没有 而是能打的太多 可他却依然能在金曲奖上 突出重围 2009年第二十届金曲奖 他就凭借一张 融合了嘻哈与民谣曲风的专辑 摩尔杰作大方异彩 咱就说有他在的金曲奖 其他歌手的内心 应该是崩溃的吧 也难怪周董要特意发文 表示要回来呢 好了 今天先到这里 我们明天见吧 拜拜